小伙伴们,猪猪侠这部国产动画应该都不陌生吧 想必这部动画也是陪伴了无数小朋友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岁月 这部动画呢,始创于2005年 剧集更新到现在已经长达17年之久 火热程度依旧是不减 当大同观看了新播的剧集后 仔细一回想,原来这部动画里的人物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接下来就以大同来看看 这些人物的整容室吧 第一超人强,野猪变家猪 争强好胜的超人强从最初的彪悍黑猪变成了光明白猪 超人强是越改越帅气了,鼻子也变小了 而切皮肤变得更加的完美了 第二位小呆呆,带猪变成小鲜肉 呆呆是属于可爱类型的小猪 从第一季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到现在还是以男配角的身份待在猪猪侠的身边 现如今的呆呆不仅容貌变化很大 就连头发的颜色也变化了 看起来十分卡哇伊 不过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很多 第三位猪猪侠,带蒙黑猪变高富帅 猪猪侠在动漫中的变化也是很大 别人都是越变越丑 而猪猪侠却是越改越帅 早期的猪猪侠形象又黑又丑 除了内在比较美之外 好像没有美的地方了 而如今猪猪侠逆袭成了高富帅 并且装扮也是越来越酷 第四位小飞飞,孙姑变成白富美 从视频可以看出 小飞飞的变化是最大的 不论是从发型还是身材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说到小飞飞的时候 大家都是嫌弃的表情 如今再说到小飞飞 那可是女神般的存在 小飞飞以前是丑乖丑乖的 如今是越来越漂亮 对此小伙伴 你们还觉得哪个角色变化是最大的呢 可以留言评论区哦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大同 咱们下期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